最近网上这热落的一个议题 那就是越南河内大学的教授提议说要把越南文给改进 那为什么要改进?如何改进?改了哪些呢?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 那这位大学教授认为呢 越南文在经过一个试剂的使用之后呢 开始出现一些属于不合理的范围 可以说是它本来就存在这些问题 但是呢经过这样子一个漫长的时间 是没有去理会这些问题的 那现在呢我们应该要以河内首都的口音 作为一个基础 下去对越南文进行了一些修改 简单的说它去掉了一些笔画比较多的字 或者是复合子音 然后改用单一个 越南原本没有这使用的英文字母 也可以说是拉丁字母 下去取代这些音 让越南文的书写更简单 依照前面的范例呢 我们来做几个演练试试看哦 那这句就是 M字尤杂安空文 改写后呢就是这个样子 再来一句 改写之后呢一样是这个样子 各位可以按暂停去做一个比较哦 其实说到这边其实有很多的矛盾点 还有一些问题就出现了 越南文废除汉字之后 对于词汇的精准度确实下降了许多 例如说得 它可以是子也可以是死 在拉丁话的过程里面 这个东西是必须被牺牲了 目前使用的国语字呢 它还能够区分一些东西 例如说 接和接本身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今天我统一使用 一个当作是 惹和者的通用字的话 那么接下来 遮蔽和阻止 我们没有办法 照字面上面去做一个区分 这个问题原本只是北部人 在讲话的过程中的一个障碍 最后却延伸到说 是全国的人都没办法 透过文字去做字意上的理解 那么只会把越南文 推向更难理解的一个程度 这位教授的合并方案呢 它把所有的卷舌的音 通通都合并在一起 例如说 者和者 还有舌和舌 通通都合并成一个 但是我必须说 完存在必合理 现在存在的东西 都是有它的意义在的 我们用中文的举例 就像台湾人话讲久了 可能其实我们就开始不卷舌了 那么就开始有学者 开始提出啊 知词诗跟知词诗 是不是还有分别的必要 是不是我们只要把 知词诗合并到 知词诗里面之后呢 台湾的小朋友 就不会拼错字了啊 真的会这样子吗 虽然说我们的口音是不卷舌 但是我们在使用文字上 我们还是需要这些音 来做一个文字的区分 当然中文并不是表音文字 所以这个问题 就不太那么的严重 把可能错误的东西 给去除掉 就好像说 你怕小孩跌倒 所以你就先把他的脚给砍掉一样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合理 为了节省8%的效率 然后去耗掉了将近800%的一个 全国的教育书都要重新改写 全国的教育人员都要重新去学习这个新的文字 那我们还说海外的人呢 怎么办 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小问题 假如说有一个小孩 他在现在学了这种文字 大概20 30年以后呢 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的孩子 就看不懂我们这个时代的著作了 那这个现象呢 通常是在一个大时代划分 例如说法国殖民越南 然后把汉字给废除掉 那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手 就是要把整个越南重新洗牌一次 把越南人所会的东西重新再洗刷一次 但是现在呢 他这个是不必要的浪费 那我个人很主观的认为说 他的改善有一部分是必要的 有一部分是不必要 什么叫做必要 什么叫做不必要 以一个南部口音使用者来说 其实以首都的口音 作为官方语言 甚至是法定的官方语言 这个是很多国家都会做的事情 所以也不意外 但是我们必须说 越南其他口音的我们所谓的方言 他并不是少数的民族 如果以大城市来看的话 胡志明市的人口 足足比河内的人口 也就是比首都的人口 还要多出将近一个台北那么多 那这样子庞大的一个使用人数 也就是说外国人来到越南 他很有可能 大概超过50%的几率是 他生活在一个完全是南越口音的一个环境里面 现今的越南国字呢 他是很巧妙的 能够让南中北 虽然大家使用不同的口音 但是我们在书写上面呢 我们都可以明确的去做一个辨识 然后去做一个均衡 如果今天我全面的改革 以北部的口音作为一个标准的话 那么在学习的时候 这一个外国人他在完全南部口音的一个环境里面 可能会造成他很严重的错乱 再者越南是一个国家 即便是越南人也不会认为说某一个地区的人说的话是最准的 没有 如果有的话那个人带有偏见 基本上一个有客观性的越南人会知道说大家每一个地区使用的口音使用的用词都有自己的特色 那大家所学习的越南语发音呢都会规范在一个叫做越南语正音 也就是说每一个越南人都会念 大家都知道标准的发音是怎么念 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都还是维持着自己的口音 我觉得这种现象很好啊 这也是一个多元社会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原本的越南文是有一个平衡的作用 那现在如果要改革的话它带有很强烈的一个意识形态 而且很容易就造成越南的族群分裂 或许我起人忧天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光是小小的一个台湾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 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关系 我们就会开始分裂出北部和南部的差别 北部人怎么样 然后南部人怎么样 但一个东西它被冠上意识形态之后 其实就变质了 但是越南文有没有必须要改进的地方 其实越南文的累赘的地方其实还蛮多的啦 例如说个跟个后面为什么要加个 其实这种规则可有可无 还有个和嘎为什么要这样子分 明明它的发音都是个 那造成这种问题呢 其实当初就是因为越南文从法文借用过来的时候 把文字借过来把发音借过来 同时也把规则也借过来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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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字如果碰到 咳 咳 咳这几个字的时候呢 它的发音会改变 所以咳就会被替代成咳 让它维持有一个咳 那咳和咳也是一样 它是把规则给借进来 那是不是说如果今天我把咳跟咳还有咳和嘎都合并 我想这个是OK的 在访谈的节目当中教授也问主持人说 包括我还有你 其实都没有办法把越南文写得很标准 我很不以为了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越南人只要你的教育程度足够 文字写对越南人来讲没有什么困难 偶尔错了两个字我觉得这种现象非常的正常 就是我现在叫你写一些你很少用到的中文字 我想大家也是写不出来 在越南文呢有一些很少用到的词 如果用错了我觉得那个无伤大雅 毕竟都是表音的文字 如果你是在一个重要的公文重要的一些著作的话 那你应该去查字典啦 或者是有人会给你二字校正 所以在学习越南文当中的朋友 如果你看到你的越南有人在版上po了一些很奇怪的越南文 那就是他正在模仿或者正在讨论这一位教授 以上就是这集全部的内容 我是阿旺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